HELLO 大家好 歡迎又回到SK Migration 世家移民的YouTube Channel 間期香港人專屬通道再次有重大更新 就是將會取消Streambee申請PR需要最近5年受認可的學歷限制 在這段影片我們就會跟大家講解如果畢業已經超過10年可以有什麼選擇 再跟大家講解加拿大不同類型的工作簽證 以及他們的申請要求 最後還會講解現時已經在加拿大讀書 但打算轉行Streambee的朋友可以怎樣做 如果你是第一次瀏覽我們這個頻道 我們最主要是會跟大家講解有關加拿大最新的移民消息 政策講解和移民DIY的教學 想在加拿大讀書或者移民之前了解多些的話 就記得Subscribe我們的YouTube Channel 先跟大家更新一下2023年8月15日之後 透過Streambee申請加拿大PR的最新申請要求 申請人需要符合以下條件 包括持有有效的特區護照或者BNO 累積滿工作時數 全職的話至少12個月 part time的話至少1560個小時的工作時數 申請期間需要身處在加拿大境內 並且持有合法的逗留身份 當你符合所有Streambee的申請要求 你就可以正式遞交加拿大永久居民身份的申請 下一個問題就是大家可以有什麼方法 擁有合法的身份 逗留在加拿大工作累積工作時數 假如你是最近10年來的畢業生 而你的學歷也都得到加拿大政府的認可 你就可以申請開放式公簽 也就是港人的OWP 現時OWP的申請期限已經延長到2025年2月 並且畢業期限也都放寬至10年 符合資格的人士都可以獲得3年的開放式公簽 加上今次的新改動 只要在加拿大境內工作 累積滿工作時數 全職至少12個月 part time的話至少1560個小時 就可以申請加拿大永居身份 但如果你不是最近10年的畢業生 亦都可以考慮以下的公簽類別 Working holiday 成功申請加拿大Working holiday的人士 可以有一年的時間留在加拿大合法工作 而且沒有限定職位或者僱主 但Working holiday的申請是需要進行抽籤和名額有限 一般每年都會進行兩次抽籤 申請人年齡需要介乎18至30歲 持有有效的特區護照或者BNO 需要在香港永久性居民 至少有加幣2500元的資金證明 去支持你在加拿大的生活費用 持有涵蓋你在加拿大期間的醫療保險 提前準備好來回機票或者相應的資金 不過有關Working holiday其實都有要注意的地方 第一,你不可以透過這種公簽帶上你的子女 或者配偶一起過去加拿大 第二,這種公簽為期只有一年 除非你提前找到工作 否則比較難直接符合到Stream B的申請資格 配偶公簽也就是SOWP 相信大家對它都不會陌生 符合資格的學簽、公簽持有人 你們都可以為你們的配偶申請 SOWP是屬於開放式公簽 並無特定職業或者僱主的限制 一般來說有效期都會跟你的配偶一樣 如果主申請人先是持有學簽 打算來加拿大讀兩年書行Stream A的話 現時可以透過配偶的SOWP去工作累積一年工作經驗 等政策的細節出來的時候 再決定由哪一位做移民的主申請人 不過有一點就要留意 根據目前的政策要求 學簽持有人如果五個月沒有讀書 學簽就會失效 所以大家在做決定的時候 就記得要計劃清楚 至於已經在加拿大讀書 但又打算行Stream B的人士 如果你是整個家庭過來加拿大 而且有為另一半申請配偶公簽的話 就自然可以用回剛剛提及到的方法 同行配偶以配偶公簽工作 並且累積工作時數 直到滿足申請PR的要求 但如果你是自己一個過來讀書 而又符合申請OWP的資格 其實都可以另外再申請OWP 不過就要重新累積工作時數 再去大家PR的申請 因為讀書時期累積的工作時數 並不會計算在內 這一點大家就要留意 畢業生工作簽證 適合目前就讀一年制或以上 同時符合申請PGWP課程的學生 你們可以扣過畢業之後 申請的一年或以上的畢業生工作簽證 累積全職至少12個月 part time的話至少1560個小時的工作時數 就可以扣過Stream B申請PR 下一種跟大家介紹的就是Close Work Permit 這種公簽大家可能比較少聽到 通常大家行僱主擔保項目的時候 申請的公簽就是屬於Close Work Permit 這個類別的公簽是需要有Limia的support 它和OWP的最主要分別 是你需要綁定在指定的僱主上面 而且對僱主都有一定程度上的要求 換言之一般情況下 你在申請Close Work Permit之前 就已經需要有Job Offer 申請時對職位或者薪金都有一定程度的要求 一般都需要對應你原本的職業 對英文成績的要求都會視乎你所申請的職位而有所不同 以上就是部分加拿大工作簽證的簡單介紹 今次這段片就到這裡 希望我們的資訊可以解答到大家 我們SK世家是加拿大Calgary的公司 有兩位持牌移民顧問 而且和各省符合資格的大專院校都有合作 所以如果對報讀加拿大學校或者Stream AB有興趣的話 都歡迎WhatsApp和我們查詢 今次這段片就到這裡 喜歡這段片的朋友 值得Like、Comment和Share 記得Subscribe我們的YouTube Channel 按下旁邊的小鐘 就不會錯過最新的移民政策講解 移民新聞和移民DIY的影片